《槍槍三人行》 廣美 咱們這個核桃的代表導演協會 也來參加 咱們這個論壇 兩位你們都算電影界人士嗎 對嗎 我算吧 導演算 我算 廣美是設計的面太廣 我還是屬於廣大觀眾群 廣大觀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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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美演過好萊塢大片呢 廣大觀眾群 廣大觀眾群 是 神鬼傳奇的中國翻譯叫什麼來的 就是古墓的什麼金字塔那個 對 但是你可演的可是挺被暴力的 光美演那個女軍官呢 臉上斜橫著一個刀疤 是 她希望看出被虐待過的那種痕跡 我是軍人呢 沒錯 這個為什麼 這個真正要在影片裡 如果你嚴禁了暴力兇殺之後 電影就沒有什麼可看的了 電影啊 這個暴力啊 是電影的這個很重要的元素 表現暴力 所以這個話題啊 最近弄得我就很糊塗 聊得還很熱啊 就是有這個代表委員 還說你們專家呀 什麼院長啊 你們的這個人士講的呀 提案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立法 說你看那個讓子彈飛了嗎 說啊 你有沒有吃這碗粉 我挖胃彎出來 你看看 太血腥了 然後呢 有人你看啊 我就說我覺得他這個提案很有意思啊 說是暴力血腥場面 很多成年人看了都會感到不適 我知道你們原來在聊分級 但是現在呢 你像有的這個政協委員都講了 說電影要立法 規定寫到什麼程度 炸到什麼程度 不能有兇殺 不能有強奸 不能有暴力 不能有變態 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電影要分級 而是要立法 立法是大概念 哎 我不這個話題弄得我很糊塗啊 怎麼怎麼理解呢 這個事最近在這個微博上討論的非常厲害 嗯 就是這個掀起了一個像個事件似的 因為電影的這個立法呀 也確實電影界呼籲了很多年 嗯 因為這個電影只有立法才有分級嘛 嗯 因為分級是電影法當中的一部分 嗯 其實更多的是考慮到這個這個 不同類型的影片 給不同年齡層的觀眾 你比如說這個像那種 比較血腥暴力的戰爭片啊 嗯 嗯 嗯 那在國際上會有很多的規定了 就是說要在家長陪同下觀看 嗯 等等等等有很多集 那中國電影一直沒有分級 啊 中國電影沒分級就變成什麼呢 在美國是18歲以上才能觀看的電影 嗯 承認電影叫 對 但是在中國呢 老少傑儀 老少傑儀 都可以買電影票去看 嗯 嗯 那這個事情呢 可能很多普通觀眾啊 和我們老百姓不太知道這些事情 嗯 但是這個分級呢 確實呢 對中國的這個青少年啊 是很很重要 嗯 因為確實有些成人的體材裡面 成人體材不光是那個啊 不光是暴力啊 不光是色情 不光是色情 但是很多的領導啊 或者有些機構啊 就可能認為啊 你們要拍成人電影 嗯 成人電影就變成了這個 好像是要要要拍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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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情了 其實不是 成人電影裡面也包括暴力部分 恐怖 啊恐怖部分 嗯 是吧 包括你過分的懸疑 嗯嗯 這些都屬於成人電影 所以成人電影的事實是很廣泛的 那那電影的暴力呢 你比如說電影的暴力的最高形勢 就人類的最高形勢 就戰爭嘛 啊 戰爭片 永遠都是這個這個這個票房最好的全 就電影史累積下來 對我就說啊這個如果是說嚴格 那麼你說為這個你說人性裡頭啊 為什麼好萊塢電影咱就說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青少年可以看吧 但是變形金剛裡頭有沒有暴力呢 有暴力多了 我們小時候看那些片子不都很暴力嗎 大決戰有沒有暴力呢 對啊那很多了那南中北戰啊什麼那些 戰爭片都一定要有暴力的 阿凡達呢 那更暴力 哈哈哈 所以這該怎麼怎麼理解這個事呢 光美你看你拍暴力電影呢 你怎麼 哈哈 拍過拍過 嗯 嗯 我覺得 就暴力兩個字呢 是不是太籠統了 嗯 就是什麼叫暴力 什麼叫暴力 到底是意識的暴力比較可怕 還是畫面的暴力比較可怕 可能我們想要暴力 我們就覺得什麼屠殺 血腥 然後殘害 這種叫暴力 但有時候我覺得意識形態的那種暴力 其實是更嚇人的 你整部片裡面你可能沒有見血 像之前可能好多年以前我記得有一部電影 讓我現在印象很深刻的叫Copycat 就是就是連環殺手 連環殺手 你可能根本連他怎麼作案 你都看不到 你已經有一個結果在那裡了 說這個東西呢 那很 那在美國很多人在研究 連環殺手是怎麼作案的 所以美國政府也很擔心說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去拍這些連環殺手的紀錄片 因為很多人會研究他們的軌跡之後 重複去作案 但是政府又覺得說 那我不把這個兇手的行凶的方式 跟他的一些慣用的手法跟技巧 公諸於世的話 那很多無辜的受害者 他不知道怎麼樣防範 所以這個又是 寄生蛋單身機的問題 而且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電影裡邊 又有一個暴力美學這個概念 這人真是很奇怪 我怎麼愛看的電影裡頭 都有這個暴力呢 而且你看像馬丁史高西斯 像這個昆頓叫塔倫天奴 日本的北野武 甚至中國的這個吳宇森 對吧 那麼大家就在講是暴力美學 甚至你知道嗎 所以我老覺得有時候 道德問題應該把它當成個學術問題 就是它需要憑下心來 你去研究它很具體 比方說你知道近些年有個電影 叫什麼斯巴達那個三百壯士 然後延續著那種風格 後來出來了個電視劇叫斯巴達克斯 老實講這個斯巴達克斯 就血腥到一個這樣的一個程度 可是我看卻沒有血腥的感覺 為什麼呢 它呀是做出一種什麼影像風格 是故意做假 甚至是它電腦吧 比如說喀這一刀 這個血呀從斯巴達克斯的背後 喀就出來 而且那個血都做的都 那個電腦做的都閃亮閃光 它就是讓你看出來是電腦做的假的 就是它的一種這麼一種畫面風格 甚至所以我看著都不血腥 跟那個電腦做的遊戲一樣了 其實暴力美學除了血腥的表現 表現的那種美感以外 其實中國有就是華語電影裡面 在全世界唯獨我覺得最牛的 代表性的符號就是武俠片 沒錯 就是很多武俠片 就是建立在暴力美學基礎上 如果沒有暴力美學 沒有武俠片 打什麼呀 瞎在那兒 我也真奇怪了 為什麼每一個男導演 好像都有一個拍這個暴力片的夢 這個動作片嗎 或者連賈彰科聽說 最近都要拍武俠片 是不是 對啊 你像王家衛這樣的文藝片導演 也一直在追隨武俠片 但是你說這個暴力啊 過去也有人說 為什麼我說是個學術問題 對孩子 肯定看來是影響是不好的 對吧 所以要分級 但是對成年人 該怎麼看 你比如說對我來講 他不會把我變得更暴力 我也看過一些心理學的研究 就說人這種動物 我們的老祖先都是攻擊的 那麼你的這個攻擊啊 是你的本能 有一種心理學叫代常說 看見屏幕上這個殺人 你的某種欲望啊被轉移了 被外置了 所以呢你就不會去暴力 但是這種學說也有爭議 所以看電影的過程 很多觀眾是一個宣洩的過程 你比如說你看了一個很感人的電影 哎呀 流眼淚 是吧 感動的 因為很多你比如說 我從男觀眾角度上講 因為生活中流淚哭的機會不多 跟女生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幫你關到一個黑房子裡面 你去看那些很感人的電影的時候 哎呦 你看那大老爺們都哭得不得了 這是一種宣洩 就是你生活中不常不常見的 嗯 其實暴力也一樣 暴力呢就是說 你在生活中因為有法律 有道德等等等等的 社會的關注和你自己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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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被教育的 嗯 這個這個成長的過程 所以你自己的暴力行為是不可能產生的 但是呢你並不是你的人性裡面沒有暴力的因子 嗯 那你到電影院裡以後呢 你的所有暴力的慾望 在電影院裡完全的被宣洩出來 等你走出電影院的時候 你是你心靈很健康 你並不是暴力的 人都給別人殺了 對 因為什麼電影裡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得表現人性的東西 人性就有好的一面和惡的一面 嗯 對吧好的一面 他也可能就是有就是好的暴力 對吧 惡的一面就是惡的暴力 那人性都是都是很多面 你看這個廣播我一直有一個偏見吧 大概是 我腦子裡啊 你看按說觀眾啊一半是女的 但是我也發現呢 說我理解女性愛看的電影是愛情片 文藝片這種沒有打沒有殺的哈 可是為什麼這種片子 從來就不會是票房的王中王 世界性的大片子裡頭 那就說明肯定女觀眾也進去 對嗎 那當然 有一個電影是恐怖片哈 日本拍的叫《午夜兄靈》你記得吧 大陸翻譯是這樣的 沒錯沒錯沒錯 其實我跟你講80%喜歡是女性觀眾 你可以講一下女性觀眾 就那個看電視 然後那個你既然當年很火的影片 恐怖片呢是絕對掙不到我一毛錢的 我沒我沒那個膽也沒法看恐怖片 但是剛才你你你舉的幾部什麼阿凡達啊 什麼那個那個變形金剛啊 對啊然後殺死比爾啊 殺死比爾啊我是那種超級的粉絲 那你你問我說你剛問我說裡面有暴力嗎 我怎麼就想不起來有任何暴力場面 因為對我來講那些畫面根本就不叫暴力 那叫什麼 我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覺得我對那你現在問我說 其實可能我們的領導們不希望拍有暴力的電影 是希望說對我們的生理衛生造成不好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一個健康的人 心理健康的人 我就是進去裡面進去電影裡面 看一個所謂有暴力畫面 像阿凡達像那種變形金剛這樣子的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娛樂性是遠遠超過說他會帶壞我 或者是說引起我身體裡面的什麼暴力因子 我跟你講我就說我理解能夠就觸動我的這個暴力啊 是哪種東西 我可以給你舉個例子 網上有 我覺得那玩意兒真是不能傳播 就是真的 是在這個大概是車臣那邊 就東歐那邊就網上就有那個視頻 就說怎麼殺他們綁架的一個人 你知道嗎 大皮靴就把這個俄羅斯士兵的腦袋在這兒 然後一把那個那個刀啊就是哭斥一下 就毫無預警的毫無準備的 哭斥從脖子中間鑽進 然後往外劃 嘩一下子 嘩一下子 人就這樣 哎呦那個東西我覺得是 其實一樣我跟你講 你比如說薩達姆被處死的 絞刑的過程 沒錯 全世界的電視台在轉播 是吧 大陸也在也播 所以呢這種這種一個犯人 無論他的對與錯曾經 你被處死 一個人他是有尊嚴的 被處死的過程這樣被直播 是 那個看著就比他鬧心 是吧 咱們先去一下廣告 槍槍三人行廣告之後見 你剛才講這個什麼 比如說恐怖片 在講這個《午夜兄靈》 我發現很多人都到今天 還在聊這個《午夜兄靈》 聽說最近好萊塢也要拍這個 《午夜兄靈》 那好像已經拍了 已經拍掉了 已經拍完了 好多年前 你知道我們還是三個男的 去看這個《午夜兄靈》的 那麼我發現為什麼 好萊塢拍的恐怖片 我倒覺得不可怕 因為它是假的 你知道它是假的 再噁心 它是假的 你知道最可怕是什麼 它日本的這個 它跟你的生活細節密切相關 你回到家 你就覺得一個女的 跟著跟著從你們家電視裡 爬出來 其實是人的心靈 其實我覺得內心都很脆弱 沒錯 就是我也特別同意 廣美剛才說的那句 那個例子 就是說有時候的這些電影 你表現行為的暴力 其實遠遠對觀眾的影響 不如表現心靈的暴力 我想 那個能寄一生 我想就是暴力來講 血腥來講的話 很多年前有一部《殺死比爾》 還拍了續集 那個《雪流成河》 我想是我看過所有的電影裡面 那個出血量最大的一部電影 但是那個看完之後回家是 你在戲裡面看的時候 你還覺得說 那還有一個那個 你快過去砍它 因為那個感覺你像在打遊戲機的樣子 你心裡完全就把它當成一個卡通片 一個動畫編在看 你都不覺得說 這是會在現實生活當中出現的事情 你看完之後還是那種很開心的 你不會讓你心裡有什麼很壓抑 很黑色 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就是人 每個人心裡都有那個暴力的渴望 怎麼叫暴力渴望 因為暴力能夠特別簡單地解決 特別複雜的問題 但是這就從另一方面 他們就在講 就說會不會讓大家看的 就說是這個有樣學樣 或者這個怎麼著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 受傷害 我覺得那好的東西 就正面的教育 遠遠大過於負面的教育 在電影裡面 所以我特別反對什麼呢 一有什麼事說 是看了哪部電影 從哪部電影裡學的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那你說這個是有公論的 當年刺殺這個里根總統的那個 叫什麼辛克利 他不就是說 他是看了出租汽車司機的 那個電影 那個電影羅巴蒂尼路 和那個朱迪夫斯特演的嗎 他愛上那個朱迪夫斯特 他就說電影裡 為了吸引女人的注意 他去刺殺總統 所以他就去刺殺里根 這不是 這個例子又怎麼解釋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屬於那個 找不到自己的動機了 然後去找很多藉口 我舉 你比如說小孩子 沒有看過電影的小孩子 有時候會說一兩句謊話 難道說謊 跟社會的教育有關係嗎 他可能還會去殘害一些小動物 對啊 什麼 其實就是他本身 他那種是一個本能 他那個時候還沒有學會看電影 根本沒看過電影 沒錯 他就可能會去弄死一個小螞蟻 或者是怎麼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東西跟電影有關係嗎 沒錯 所以說這個過去啊 一個我們啊就是有一種道統 不喜歡看到承認人性當中的 這種攻擊性本能 包括這個性的這個本能 不喜歡看到這些本能的這個呈現 有時候人講說那個過去的那個 講人之初性本善未必 對 值得懷疑啊這句話 沒錯沒錯 這是我覺得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 一個願望 嗯其實我覺得當DNA 轉移給我們所有人的時候 通過我們的父母和祖先嘛 這個DNA一定有祖先的嘛 那一定是好的和壞的同事都帶來 是吧 什麼叫傳統 傳統就是傳而統治 把好的壞的一起 從歷史貫徹到今天 而且這次還有人聊 我覺得也是個很有意思的 這個文化上的問題啊 就是說有的委員就講了 為什麼當年我最愛看的電影就是董存瑞 你都不知道我們董存瑞 說當年我們的革命戰爭電影 為什麼我看了沒有暴力的感覺 哎你們台灣小時候是看什麼電影長大的 你記得嗎 都是什麼呢 熊陽 好多熊陽的電影 然後好多那個也有好多武俠片 好多武俠片 古龍 也有很多那種 這跟戰爭有關係 有沒有什麼八百四行倉庫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 柯俊雄演的那些軍隊的國策電影 是吧 也有也有很多 所以為什麼我問這個問題啊 這個委員提的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對於當年的咱們小時候看的這些 我們小時候看的全是幾乎全是革命電影 那家會英雄王城 對吧像我開炮怎麼全是這就是他說我沒有暴力的感覺 可是對這個問題我要說啊它實際是個學術問題 現在有些人說那個時候的革命戰爭題材電影哈 特別真誠啊有誠意 很多人懷舊緬懷甚至也有時候那個時候激勵了革命的鬥志啊 這都是也有的 但是我要說啊也有一種研究 這種研究在說當然不見得是定論啊在說 當年我們這個一代的孩子60後70後看這種電影長大 那麼培養的一種骨子裡的一種情節啊 就是有個敵我概念 對待敵人要像冬天一樣的寒冷 對待什麼要像秋風掃落葉的一樣 動不動就把人們內部矛盾上升到敵我矛盾 甚至有的人說這種溜風所急啊 你看咱們小時候這個小孩其實都是挺爆的 包括現在今天網絡上罵人的語言 好多時候它是受了當年的電影台詞 跟它都差不多啊 剛才去廣告的時候 它就是我廣泛深有感觸地說 以暴制暴還是很有必要 最近碰到什麼家暴了嗎 沒有 不是 我這樣講吧 90分鐘你要呈現一個完整的故事 這樣何曉昌不是講了嗎 電影都是反映我們現實社會裡面 你要有很多很多的元素 你要有正面你就要有反面 你要有英雄你就要有邪惡的一方 要有對立你才能夠 那總不能永遠只有邪惡的人用暴力暴力暴力 那你正面的那方永遠挨打嗎 那有的时候你正义的那一面 你还是要用暴力 才能够打击暴力 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 那部电影Die Hard 就是死得很用力 我不晓得内地翻译成什么名字 布鲁斯威利拍 他连续拍了三集还四集的续集 他已经到了五年 武胆龙威 武胆龙威 他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 还拍了第四集 他就是最典型的 在电影里面用暴力来制服暴徒 但是那样子的一个电影 给我们学会的是什么东西 邪永远不会胜正 好的人他可以用牺牲自己 用暴力的手段去拯救那些无辜的人质 其实吴宇森导演的电影里面 也是充满了 就是在暴力中体现男人之间的情感 兄弟之间的情意 是吧 那种友情 而且这些 其实他给我们的是 看的并不是血腥和暴力 可以枪战的那些瞬间的画面 那些是表象 给我们的教育 或者给我们的影响 就是给观众的影响 是这个情感的力量 远远大于画面表现的东西 没错 那个战争当中为了朋友牺牲 那个咱的眼泪哗就流下来 而且你看 是不是你比如说 在中国武侠片 这个算不算一个路子呢 他这个暴力的背后 表现的基本上 就像是中国人唱那个什么歌 就是说这个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会挺身而出 这是不是制定了个潜规则 就是你看中国那武侠片 都是给人欺负的 我实在不行了 用尽一切和平手段 成楼就是典型的 对 我忍呐忍呐 我实在忍不住 我打你呀 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吧 是不是 明言是吧 没错 你像这叶问 都是属于这样 哎呦 你打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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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的我都不行了 是不是 我该打你一下了 对吧 好像这种 这算是 他那个暴力的极限 是他反抗的 是他反抗 那就是电影的高潮 就是给你欺负的小人物不行了 反抗的时候 就变成暴力的极端手段 中国暴力片都是正当防卫 法律上都 把握了正当防卫的原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